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笑容僵住了 心悦不是我 是他的前女友 他们已经分手七年了 男朋友出车祸后 我不眠不休地照顾了他两天两夜 他醒过来的那一刻 我突然想起最近看过的搞笑视频 于是拉着男朋友的手 深情地抹了把眼泪 石安 你可算醒了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昏迷了两年 在药物的作用下 石安有些反应迟缓 他不敢置信地问我 这怎么可能 我憋住笑 拿出条过时间的手机 让石安看上面的2026年6月16日 我没骗你 距离你出车祸已经两年了 你看我是不是憔悴了很多啊 为了照顾石安 我20个小时没合眼 这回整个人憔悴不堪 黑眼圈都出来了 看起来应该挺像老了两岁 他好像真的信了 他眼圈一红望着我哑声说 简凡 谢谢你没有抛弃我 这两年你一定很辛苦吧 都是我不好拖累了你 我原本只是想斗一斗石安 他这么一说 我立刻就后悔了 正想告诉他 这是个玩笑 护士在门外喊我 石安的家属过来办手续 我给石安噎了下被子 在他脸上轻轻一吻 你先躺着我去去就来 半分钟后我办好了事情 刚想推门进来 就听见病房里石安在喃喃自语 简凡真的很爱我 他怎么会这么爱我呢 语气是少见的阴雅缠绵 我脸上一热心也狂跳起来 静静站在门边 想听石安还能说些什么 出车祸前 他陪朋友去看了赞戒 说不定这次的意外会促成他向我求婚 可是石安下一句就是 两年了也不知道新月现在怎么样 一瞬之间笑容僵在我脸上 血液冲到头顶以至于两耳轰鸣 新月不是我 是石安的前女友 他们已经分手七年了 我以为石安已经对初恋女友释怀 所以才会选择跟我在一起 可是我想不到 也不可能想到 石安误以为自己昏迷两年 而他醒来之后 第一时间想的居然是 他的前女友最近过得好不好 扶着门框的手在轻轻颤抖 我很想走进病房 当面质问石安 你为什么还在挂念着他 如果你对他念念不忘 那我对你四年的陪伴又算什么 可是身后传来一声呼唤 让我回过神 是石安的几个朋友 过来看他向我打招呼 简凡 听说石安醒了 我们来看看 走在最后的那个女生 是石安童母义父的妹妹 石林 小姑娘印象看我不顺眼 这会 他在我面前停下脚步 四笑非笑地说 简凡 听说我哥出车祸 就是为了给你买夜宵 要我说咱们晚上应该少吃点 还能保持身材 我怎么可能听不出石林话音里的讽刺 但我没有反驳他 因为石安确实是为我才出事的 那天我只不过随口跟他提了一句 我想吃某家店的烤串 石安为了给我个惊喜 便独自去买 事情到这里都还只是情侣之间的小惊喜 可是在把夜宵送给我的路上 他遇上了酒驾的司机 听到石安出事的消息 我整个人都傻了 这两天是我依不解代地守着他 在心里对神佛祈祷了无数遍 还好他没什么大碍 否则我这辈子都不能释怀 想到这里我又是一阵心烦意乱 石安分明很爱我 他满心都是我 又怎么会云得出功夫 去惦记他的前女友过得好不好 石林头给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 然后走进病房 只留下我失魂落魄的 站在空空荡荡的医院走廊里 这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离我而去 过了许久 我才渐渐恢复了神志 就在这时 病房里传来阵阵哄笑 石安的朋友一边笑一边解释 什么两年啊 简凡跟你开玩笑呢 你就是伤了脑袋 昏睡了两天而已 根本就不是两年 看来我那个别角的谎言很快就被拆穿了 原本我期待着观察石安的反应 但此刻却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我默然地走进病房 向石安道歉 对不起 我是逗你的 我没有想到你会当真 说话的尾音已经带上了几分哭腔 石安几乎是立刻就察觉了 他把我拉进怀里 摸了摸我的头发笑说 还好是两天 要是真辛苦你照顾了我两年 我得有多心疼啊 那声音又无奈又宠溺 好像他是真的把我捧在了手心里 浮在石安的怀里 听到他沉稳的心跳 我突然鼻子一酸 差点当众流下泪来 我不敢相信这么爱我的人 还会还惦记着他的前女友 可是石安那一声梦一般的自白 难道是我的幻觉吗 石安的各项检查都已经稳定 但他还需要再住一天医院 这天晚上 他执意不要我陪 他说 简凡 这几天你累得不轻 回家休息吧 我确实需要休息 于是我叮嘱了帮忙陪床的朋友 回了自己家 然而在床上躺了半个小时 我却还是毫无睡意 只能顶着敖红的眼睛打电话给闺蜜洛轩 小心翼翼地问他 还会不会想起他分手多年的初恋 那个所谓的精英男在他们恋爱期间多次出轨 骆轩被伤得很深 在我看来他应该早就不想他了 可是出乎我意料 骆轩的回答是 想啊 十天半个月就想一回 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我连石安都顾不得了 揪着闺蜜质问 为什么 你可不许再想他了 你不是早就跟我说过 你不爱他了吗 骆轩不假思索地说 当然不爱了 可是我这人吧 心眼小 要是能让死渣男看一看 老娘现在要男人有男人 要票子有票子 要房子有房子 那岂不是更爽 凡凡 有一种好叫前任过得不如你好 我被他这番话弄得哭笑不得 骆轩的言语虽然直白 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很透彻 清醒的人也会缅怀往事 但这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明白 此刻更幸福 石安确实在念及苏新月之前 先提到了我爱他 那我就不应该再计较 提起来的心终于掉了下去 挂了电话 我沉沉地睡了一觉 醒来已是第二天中午 睡醒之后 微信群里面 已经多了久久家的未读消息 这是石安朋友们见的小群 在我们恋爱之后 他也把我加了进去 平时群里会吹吹水 聊聊天 但现在群里会这么热闹 都是因为最新的一条未读消息 苏新月明天回国 咱们给他接风吧 我常常吐出一口气来 突然有一种 怕什么来什么的荒谬 出国多年的前女友 突然回国了 我近乎急切地想知道 此刻石安是什么心情 然而这久久家的消息里 石安一个字都没有说 反而是几小时前 他单独发给我几句语音 颇烦 我已经出院了 听说这两天 你照顾我几乎没合眼 你别急着来看我 先休息够再说 于是我将手机丢开 又躺了回去 其实石安和前任的事情 我知道很多 但他一贯温柔又体贴 给足了我安全感 所以我也从来不问 你还喜欢他吗 这种愚蠢的问题 苏新月是白富美 石安是贫困生 两个人在象牙塔里相遇相爱 他们的恋情 既梦幻又甜蜜 直到毕业后 苏新月出国读书 石安执意留在国内 两人因此和平分手 但这件事 似乎还是刺激到了石安 他放弃了继续读书 而是开始创业 我是他招募的第一位员工 后来又成了他的最佳合作伙伴 公司的每一句广告语 都是我们讨论以后敲定的 每一个客户 都是我们一起谈 我们的办公室 从城中村一路搬到CBD 获得A轮融资那天 石安拉着我的手感慨万千 简烦 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们相濡以沫 互相扶持 于情于理石安都不应该 再惦记苏新月了 可是那一句 他好不好 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 让我有隐约的不安 我几乎是克制不住的猜测 在我和石安相携的四年时间里 他究竟还有多少次 回想过他的前女友 给苏新月接风洗尘的宴会 选在了今天晚上 群里被AT几次以后 石安终于回复说 他会带女朋友一同出席 出发的时间快到了 但我坐在庄镜前 左思右想也拿不定该穿什么衣服 为难之际门被敲响了 石安到家里来接我了 额头上还贴着纱布 但整个人的气色倒还不错 他亲手为我戴上一条 优雅精致的钻石项链 路过专柜 觉得他很衬我的女朋友 就买下来了 对着镜子左看右看 他眯起眼睛笑道 确实好看 其实这条项链的设计 故于浮夸 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但他有这份心就已经好了 为女人挑珠宝 也许本来就不是他的强项 我俯着冰冷坚硬的石头露出一丝笑 谢谢 虽然不愿承认 但我知道 这件礼物很好地缓解了我心里的不安 他让我知道石安还是重视我的 我们很快抵达了餐厅 这是一家环境优美的私房菜馆 虽然要见到阔别多年的前任 可是石安的脸上看不到任何激动 好奇或者紧张 他和老同学谈笑风生 其乐融融 仍然是那副西装革履 志得意满的样子 我也和在座几位女士 聊起了最近的事业发展 正当包厢里所有人都言笑艳艳的时候 门被推开了 一个轻瘦的女孩站在门后 笑盈盈望着我们 她穿一件素白长裙 黑发如铺 脂粉青湿 浑身上下眉又半点猪狮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连那句美人在鼓不在皮的古话 都是错的 真正的美人美在仪态 苏星月就那样风姿绰约地笑着说了一句 好久不见 我当然偷偷看过苏星月的照片 大学时代的她 装扮永远是妩媚张扬 连眼神都透露着一股 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和自我 可是七年之后的她 却是一幅天然去雕饰的清纯 一时间我有点恍惚 以为我对她的猜测是错的 可是环顾四周 看见所有人的震惊表情时 我终于知道 她的变化同样也让在座的老朋友们大吃一惊 众人纷纷寒暄 说苏星月越来越漂亮了 石林的恭维最到位 一边把苏星月从头夸到脚 一边瞥了我一眼 仿佛是在说学着点 石林一向不怎么喜欢我 因为我以能力签加为理由 几次拒绝她入职我和石安的公司 似乎在她看来 只要奉承了苏星月 就能恶心到我 可是当她看见她哥的样子时 整个人的脸色又不好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跟苏星月打招呼 聊些彼此近况 除了石安 因为她只顾着照顾我 一会给我加菜 一会给我倒饮料 全然忘记了自己才是个刚出院的病人 甚至还亲手包了几只虾放进我碟子 想吃再告诉我 我来包免得弄脏你手指 石安如此体贴 简直就像是在当着众人秀恩爱 显然苏星月也注意到了 她笑盈盈的向石安点头致意 石安 你最近好吗 额头上的伤势怎么回事啊 石安拿筷子的手制了一下 但很快也笑了 出了个小车祸没什么大碍 说到这她也不看苏星月的表情 而是斜着我的手轻轻晃了两下 然后含笑看向众人 正好趁这个机会给大家报个喜讯 我打算年底和简凡结婚 石安的嗓音平稳而轻松 连尾音都勾起了些许笑意 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快了一拍 这不是石安第一次跟我提到结婚 但这是她第一次设定期限 从现在算距离年底也不过还有五个月时间 我自然是期待于石安厮守终生的 可是结婚的是 她为什么要主动和苏星月提 而且她就这么擅自定了时间 连和我商量一句都没有 石安脸上有种特殊的表情 好像是在期待苏星月的反应 如果她祝福她她会高兴 可是如果她不祝福她会更高兴 一时之间要结婚的人是我 觉得心慌意乱的人也是我 可是也许又是我太过敏感了 因为两个人都站起来 得体的举杯相碰 苏星月微笑着说恭喜 说不定我还能吃到你的喜酒呢 我一定亲手包个大红包 石安富贺 荣幸之志 场面挺融洽 众人也都起身与我碰杯庆祝 一时之间恭喜充盈室内 可是石林又不安分了 她问 星月姐 你这次回来 能在国内住到年底 学校那边不会有课吗 你学业要紧啊 我表哥这次婚礼 你不用非得参加 苏星月笑容如常 是这样的我办了休学 我家里出了点事 我是回来帮忙的 这句话仿佛是石破天惊 一时间房间里所有人都沉默了 几秒钟后才有人接话 星月 前阵子我听说 你们家厂子出了事情 我以为是谣传呢 现在怎么样啊 想来应该没事了吧 语气里已经带上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亏丝的意味 在座的都是石安和苏星月 在大学时的朋友 如今大家都是事业有成 可是苏星月依然是那么大大方方的 迎上众人的视线 家里的情况确实不乐观 前阵子我爸爸投资失败 生产线的改革又出了一些问题 导致库存积压严重 所以我才会回来 想和家人一起想办法筹集资金 寻找销路 说到这里 他坦然的站起来 端起酒杯向在座众人笑道 我先敬各位一杯 如果有哪位有合适的资源 请帮我介绍 我感激不尽 我刚和石安交往那会 听到过不少气气思语 怎么就跟这个姑娘谈了 这个简凡 要家事没家事 要学历没学历 要脸蛋没脸蛋 老安眼光下降了不止一星半点啊 那时候我还不太服气 可是悄悄查了苏星月的资料后 我自己也沉默了 石安的朋友们没说错 我自己都没想到石安 会有一个家事如此显赫的前任 对我来说 苏星月好像是生来就住在月亮上 渴望不可及 可我根本想不到 那轮高高在上的月亮 竟然会从云端坠落 而苏星月会以这种坦然的态度 来面对这件事 雨就有从逢 她脸上丝毫都没有 从富变穷之后的困窘和为难 反而是坦坦荡荡承认自己的窘境 并且毫不避讳自己需要帮助 设身处地我可能不愿意 让朋友见到自己落魄的样子 但她却是如此的不卑不亢 波澜不惊 我突然就对她多了三分赞上 可是回头去看身旁的石安 我又沉默下来 从表面来看 石安脸上倒是没有多余的表情 可是她死死捏着那只瓷白的酒中 骨节发白 酒液都在微微摇晃 但是她很快回过神来松开了手 这是当然 石安站起来举着酒杯 在桌子上轻轻磕了一下 我们是朋友嘛 守望相助也是应该 一番说辞得体又真情实义 在她带动下 所有人都拍着胸脯 七嘴八舌地说 我们能帮一定帮 我家亲戚正好做这个行业 我托她问问有没有销售门路 颇有众人石柴火焰高的意思 苏欣月眼角染上泪意 连连向在座的朋友敬酒 看起来她和石安是真的已经相忘于江湖了 这天晚上散席时大家都喝了不少 石安也醉了 我不得不扶着她去坐车 然而刚坐好 我就发觉自己的手机落在包厢里 又不得不返回去取 路过洗手间听见有人在聊天 是石安的两位大学同学 其中一个嘻嘻哈哈地笑着说 他们刚分手那会儿石安跟我们喝酒 她豪气甘云地拍着胸脯说 她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让她后悔 你说苏欣月会不会后悔了 另一个接话 怎么可能不后悔 她当年看不上了穷小子 现在翻身成了精英才俊 她自己反而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 声音里有同情 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 心中不由生起一丝反感 我当然知道被人轻视 挖苦是一种什么滋味 小时候我家的大铁门被债主 泼了红漆 邻居们就是这样冷嘲热讽的 长大一点 我因为成绩好 拿着贫困声补助 同学们就是这样看不起我的 再大一点 我拿着我那乏善可陈的 二本院校的毕业证去求职 大公司的HR也是这样拒绝我的 我最厌恨这些背地里咀嚼旁人的痛苦的人 可是就在我即将转身离开的前一刻 我听到其中一个人笑着说 简凡戴的那条项链是C家的 我在官网看见过要13万 也不知道苏星月看见 心里是什么滋味 对呀 我记得他当年只戴C家的珠宝 他现在可戴不起了吧 我突然打了个寒颤 石安买给我戴的项链 是苏星月从前最喜欢的品牌 这是巧合吗 还是石安本就是故意做给苏星月看的 否则他为什么跳过了我最喜欢的珍珠玛脑 却买了我很少会戴的钻石 想到第二个可能性 大脑一阵晕眩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脖子上的那条璀璨华丽的项链 突然好像有了千军众 压得我连喘息都困难 我知道我不能再隐忍下去了 石安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一定要问个清楚明白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车里 石安似罪非罪地抬起抬起睫毛 凝视着我 怎么去了这么久 我则一瞬也不顺地盯着石安说 我们谈一谈 石安一阵脸色立刻严肃起来 他好像想解释什么 但我止住了他 刚才在洗手间我听见朋友们说 你送我的珠宝是苏星月从前最喜欢的品牌 石安 几百上千个珠宝品牌你不买 你偏偏买他喜欢的品牌 把他的喜好记得这么牢 你是不是还在爱他呀 你如果还爱他 请你直接告诉我 也直接告诉他 不要搞这些似是而非的小动作 我脸上带着笑 眼神却锐利如锋芒 石安颤了一下 他立刻握住我的手腕 黄急地说 怎么会 我早八辈子就不爱他了 我一个男人怎么会记得珠宝的品牌 当然是看得顺眼了 我就买 买到他喜欢的牌子是巧合而已 我听着石安为自己辩驳 他的言辞越懇切 我心里的不安就越多 好半天我才长叹一声 仿佛是如释重负地询问他 石安 你敢发誓说 你从来没有想起过苏星月吗 石安与我交握的手 饥不可查地抖了一下 但他信誓旦旦地说 从来没有 我看着石安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 从来没有 撒谎 那天在医院 他明明就在念叨 苏星月过得好不好 我还以为七年很长 足够他忘了他 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忘掉啊 胸腔慢起难以言喻的酸涩 这一刻我忽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倦 滴滴说了一声 我知道了 然后平静地开车驶离这座餐厅 夜风吹过来 我的手臂止不住地轻轻颤抖 也许是冷的 也许是我在害怕失去他 等红灯的间歇我回过头去看 副驾驶上的石安 他已经睡着了 他的梦里真的没有他吗 可是视线落到石安额头上的伤口 我又犯起了泪意 那是他为了给我买夜宵 遇到车祸留下的印记 只因为我随口一提 他就愿意花两个小时去给我准备惊喜 他满心都是我 那他心里还能住得下第二个人吗 我忧心忡忡地去找闺蜜喝酒谈心 然而我的他好像不爱我刚说出口 洛轩就瞪大眼睛 一脸的不敢置信 烦烦咱们要不再看看呢 虽然我遇到过渣男 但石安真的不是 确实石安是个无可挑剔的实家男友 但是他的前女友回国了 一时之间千言万语堵在心口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咬着唇眼神迷茫 可是石安为什么在前女友面前说 要和我在今年结婚 结婚是我和他的事 他不和我商量 就在他面前说出口 这真的不是想引起他关注吗 情绪稍着四肢百骸 我几乎是喊了出来 难道我们结婚 还得需要得到他第一个批准 可是洛轩却只是摇头欲言又止 好半天他终于坦白 不管了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石安让我保密的 但这回我要是不告诉你 你该继续疑神疑鬼了 颇烦 石安已经定了 下周你过生日的时候 向你求婚 他说要跟你结婚 根本就是事实 至于前女友 你就把他当路人甲吧 我的乌业卡在了喉咙里 真的吗 我怎么不太相信呢 为了取信于我 洛轩拿出一段视频 这是他去帮忙商议求婚细节的时候拍的 视频里求婚策划公司的工作人员 在问石安 女方的喜好是什么 石安侃侃而谈 说了一两分钟都没刻板 连策划师都不得不打断了他笑道 石先生 你是我见过妓女朋友喜好最到位的 好多人那可真的是一问三不知 石安点头脸上满是柔和的宠溺 是啊 遇到他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一件事 视频结束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可是心脏跳动有如肋骨 我根本说不出来一个字 既为石安的深爱 也为我怀疑他感到愧疚 或许他隐瞒我不过是为了避免我多疑 我也确实应该有自信一点 简凡已经不是那个微微缩缩的 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了 他应该可以配得上石安的爱 我在洛轩怀里哭到气不成声 而他对我的提前剧透也终于实现了 几天后是我26岁生日 在party上石安向我求婚高调且浪漫 从婚戒到现场布置 从背景音乐到他说出口的誓言 每一簇都无可挑剔 每一簇都参考了我的喜好 我看着西装革履的男人 在我面前单膝下跪 与我深情对望 嫁给我 简凡 酒店的灯光落在他上扬的嘴角 我努力平稳呼吸 可是泪珠却不受控制的掉下来 四年相处的点点滴滴从心头划过 有甜蜜有心酸 更多的是感动 我含泪说 好 我们在众人的掌声中拥抱 亲吻 我想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甚至是五十年 我都会记住此刻心头的悸动 然后和他一同度过 我们安稳且幸福的一生 一切都很完美 完美的不像是我能拥有的 但这场美梦终于有醒来的一天 几周之后我突然发觉 我的一位长期客户已经很久没有跟我下单 打过去电话询问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客户却很困惑 是你们时总说要停掉这条生产线 所以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新的供应商 我已经在新厂商这里下了一单 在那一刹那我捂着听筒呼吸粗重 胸脯也在剧烈起伏 但还是勉强笑道 哦那您方不方便告诉我是哪家供应商 其实无需查证我也猜到了 那家公司在苏星月名下 可是确信无疑看到结果以后 心脏还是好像被扭了一下 因为疼痛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 好一会我才缓过神来 身边的同事已经喊我好几次了 简总 石总不在 这个客户我们应付不来 您能不能帮个忙 我应了一声好 处理完所有的日常工作后 我终于抽出时间去找石安 此时此刻愤怒 沮丧以及委屈 抑制不住的灌入胸腔 凭什么 凭什么要从我手里拿走客户 苏星月远隔从阳 这几年是我陪在石安身边朝朝夕夕 难道经历了这么多 在她心里我的分量也没有越过她吗 她拿我的东西去讨好她 她置我于何地 可是面对我的质问 她却只是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星月迫切需要回笼资金 她是我的老朋友了 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她说得极为懇切 我却连连摇头 石安 我和苏星月只见了一面 什么时候只见一面就能算朋友 就算是朋友 这个客户是我谈下来的 拿我的东西做人情 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会生气 石安皱了下眉 她好像很怕我生气 好半天她才说 婆凡 你要体谅我 我成立公司的第一年 是星月借了我一笔钱 整整三十万 如果不是及时拿到了这笔钱 我的公司早就黄了 也正是因为拿到了这笔钱 我才交了房租 又雇了你做我的帮手 她对我有雪中送炭的友谊 我如今只是投桃报李 你只是少了一个客户而已 婆凡 我们一起帮她想办法度过这个难关 客户以后还能再谈 石安越劝我怒火越盛 你想报答恩情 可以把你的客户送给她 为什么你要拿走我的客户 苏星月有难关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的苦难是我造成的吗 我的客户是我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跑来的 刮风下雨在所不辞 她也可以刮风下雨去跑啊 我能吃的苦 她为什么不能吃 凭什么她只是跟你哭几声 你就拿我的努力去给她做嫁衣 与石安合作多年 我们不是没有过争执 但彼时大家都是平心静气地交换意见 而且我们一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努力 可是此刻我和她之间 插入了一个苏星月 我就算再想体谅石安 也有了三分怒意 石安显然也是被我的不驯所惹恼 她满脸胀红脱口而出道 她能跟你比吗 她从小就没吃过苦 好似有一盆凉水从我头顶浇下来 冷得我连牙齿都在打颤 苏星月是天之娇女 所以她不舍得让她吃苦 但我是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的 因为习惯了吃苦 可以吃更多的苦 可是石安是不是搞错了 究竟谁才是她的未婚妻 她的求婚事眼里明明白白写着 我愿意用我余生的时间去呵护你 这就是她所谓的呵护吗 难过到了极点 但我却仰着脸 不肯在石安面前露出半点可怜 我看着石安雅声道 你把苏星月的电话给我 石安一阵不明所以 你想做什么 我深呼吸数下让自己平静 我想教苏小姐一个道理 生意场上没有亲疏远近 更不可以有不劳而获 客户在她那里下过的一单 可以算作是我可怜她濒临破产 但是她以后愿意跟谁合作 我和她要各凭本事 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等待着 我想从她口中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 她是想与白月光划清界限 还是想与我近视前显 脸颊是滚烫的背后 却沁起冷汗 在一阵冷一阵热的胶灼之中 石安终于出生 颇烦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这样吧 我把手里的客户分你一个 当作弥补可以吗 深深的寒气从我心底深醋 一丝一丝涌起 我望着石安居然无话可说 这些年公司的发展势头很猛 我和石安的业务量几乎是我三他起 如果把客户云给我 就会变成四六 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但我可以接受它 如果输掉了感情 那我起码要拿到真金白银吧 用金钱来衡量心痛 听起来很可悲 但更可悲的是我突然意识到 一件更让我心惊胆战的事情 公司除了我 还有两位资历很深的业务员 石安却并没有从他们手里拿走资源 他之所以从我手里拿 无非就是一个原因 我们快结婚了 所以他觉得我的就是他的 我会顺从地接受他的安排 因为我们快结婚了 意识到这一点以后 我的手指冰冷 嘴里更是泛起男人的酸苦 石安 你明明亲口说过 遇到我是你人生最幸运的事 那你为什么要亲手碾碎我们之间的美好回音 我知道石安一定是喜欢我的 至少在苏新月没有回国的那几年他爱我 说不定在石安心里平凡的减凡 也有和苏新月相提并论的底气 可是我为什么要比爱情不可以被比较 我需要的不是在石安心里赢过另一个女人 而是他的心里不应该有他丝毫的存在 做石安合作伙伴的第四年 与他相恋的第三年 甚至没有去深究他 为什么还会偏爱苏新月 我就已经意识到 我该离开他了 我正正的站在原地 看着石安的嘴巴一张一合 他在说话 但我却觉得他的声音异常遥远 他好像是挑了几个优质客户说要送给我 我平静的看向石安英挺的侧脸 这个弥补我接受 这张脸依然很好看 可是已经打动不了我一分一毫了 我当然可以甩他一耳光 然后直接分手 但我不能轻举妄动 我和石安的事业已经绑定在一起 而他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如果我没有任何布局 就贸然离开 势必会造成损失 我需要沉住气再做点什么 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 这样等到我真正转身离开他的那一刻 我的心会是完整的 我的财产一世 我用尽全力向石安一笑 好的 你的客户我会好好维护 哦 还有一件事顺便一起办了吧 就是你的妹妹石林 我们招她进公司好不好 这么多年来 我是石安最信任的伙伴 我的建议她都会听取 从前石安的妈妈 几次三番给她上眼药 想让石林在哥哥手下做事 主打的就是一个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但我每次都力劝她坚定立场 且不谈你妹妹不善思考 好意勿劳 你开了一个任人为亲的口子 其他的亲戚朋友 会不会也要求分一杯羹 到时候闹得乌烟瘴气 你还怎么谈业务 搞绩效 我是为石安好 也因此石林很看不惯我 这回我突然接纳石林 也无非只有一个原因 我已经遇见石林会惹事 而我需要她惹的事情 越多越好 这样我才有充足的借口 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公司 石林果然不负我所望 入职财务的第一天 她就得罪了两位前辈 第三天算错了十几个员工的绩效 惹得一片怨声载道 后来她甚至仗着老板妹妹的名头 开始给我找茬 我的助理去报销 被她各种刁难 我的业务员去勤款她屡屡拖延 在我默许下 我的下属 三天跟她打了四次嘴仗 每次都闹到石安面前 让她左右为难 正巧公司有业务扩张的需求 于是我名正言顺的向石安提出 可以把公司一分为二 石安有些犹豫 可是四五位业务员都找她抱怨 说不愿与她的妹妹共事 而她只是大概跟石林提了一下要收敛 她妈妈立刻闻风而来 让她这个做哥哥的多照顾妹妹 最后石安无奈妥协 简凡 你带着一部分员工去隔壁办公室吧 只是名义上的两家公司 但业务还是放在一起的 我笑着答应她 知道 可是这是假话 我不允许我的爱情被染指 我亲手创造的业绩一事 我只想拿回我应得的 但是出乎我意料 除了我自己亲代出来的下属 还有几位得力员工 也提出要跟我过去 他们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简总跟您干比较自在 我稍作思考就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从前我和石安都是被员工喜欢的好老板 如今他被嫌弃 石林工不可没 我微笑注视着众人 好 我承诺员工司的待遇 我一概言用 大家一带二 二带三 公司的人一下子少了一半 我干脆租下了附近另一座写字楼的办公室 距离石安的公司 有好几分钟的不行距离 忙活搬家的那天 我的助理拿着一支像矿摆台问我 简总 你怎么不把他带走啊 他说的是一副我和石安的合影 是我们恋爱第一年 在公司就只拍的 那会我们是那般真切的爱着彼此 看向对方的眼神都在意发光 可是这段感情却注定会以遗憾收场 我把照片取出来丢进了垃圾箱 不用带走 我只会带走我觉得重要的东西 公司分割员工被我带走 石安似乎察觉到了不对 但他没工夫去管 在我搬家的那几天 他似乎也很忙碌 几乎在公司见不着人 石安的助理跟我私交不错 我随口问了句 石总最近在做什么 助理立刻打开画匣子 好像是在想办法给上次的苏总牵线搭桥 做一笔大买卖 简总 别人的是石总干嘛操那么多心啊 最近他不怎么来公司 大小事都交给他那个妹妹 可是他什么都不懂 有两笔单子都被同行抢走了 我看着都眼红 唉 我就说嘛 石安为人也算谨慎了 怎么会对我的一场视而不见 原来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报恩 据说有一种爱情叫做同甘共苦 我与石安携手创业四年吃尽了苦 原来甘甜的部分属于他的前女友 我突然觉得好笑 心酸到好笑 我果然不够聪明 居然花了整整四年 才认清这个事实 可是此刻也不算晚 就当是从前的我犯了个错 人生那么漫长 谁不犯几个可笑的错误 犯错不可怕 能及时改正就好了 喜欢了四年 感情已经深入骨髓 成为习惯 我还是会在看到行业相关消息的时候 下意识想分享给石安 也会在路过某座餐厅的时候 想到我和他在这里见过面 然后会怅然若失地叹一声 哦 原来我已经决定跟他分手了 对一个人的喜欢 需要逐日累积 一旦不喜欢了 割舍对他的眷恋 也需要很多时间 这种减损的过程有点痛 就好像一把钝刀子在割自己 可是让我欣慰的是 几个星期以后 痛楚的发生越来越少 到我确定自己已经心无波澜之后 我梳理了一遍自己手里的客户 确保他们与我的合作稳固 又挨个找自己的员工谈心 给他们画一只肯定会兑现的饼 在确信我的公司一切运转正常 不会因为我与石安分手而受影响之后 我拨通了石安的电话 他那边好似很忙碌 背景因嘈杂 他的语气也是带着交集 凡凡我在忙我等下回给你 眼泪几乎都要躺下来 我却尽量挺直了几倍 哪怕明知他根本看不见 我轻松的说我就耽误你半分钟 他叹口气好像很艰难的 云给我时间一样 嗯你说石安我们分手吧 顿了几秒钟石安低声问我 婆凡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吗 气我最近忽略了你 你放心等忙过这一阵我好好补偿你 他的语气居然有几分讨好 按照我往日善解人意的人设 石安低过来台阶 我就该麻利的走下去 可是我却只是摇头 别了你忙不完的 你今天忙苏星月的事业 明天就该忙他的终身大事了 我就不给你添乱了 顺便提一句我知道你送我的那条项链 是苏星月喜欢的品牌 他的设计我不喜欢 所以和戒指一起还给你 还有那天在医院 我听见你自言自语了 既然你这么想他 那何必在我身上浪费誓言 挥霍真心的人会有报应 你不害怕吗 石安的呼吸很粗重 但他除了喊我一声反反 居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大概是对他的最后一丝眷恋 让我没有第一时间挂断电话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见有人催促石安 你快过来呀 合同马上就要签了 是苏星月的声音 于是他飞快地说了一句 颇烦 你等我给你解释 就挂了电话 在我向他提分手的时候 他也要先顾及苏星月的合同 他果然是很体贴 算不算是史上最佳前男友 我下意识把手握成了拳 握得指甲都陷进了肌肉里生疼 我告诫自己 手疼了心就别疼了 我不应该为一个不值得的男人难过 他偏向苏星月随便他 苏星月天生站在山巅 所以他受人仰慕 可是我从谷底爬到了山脚 又从山脚爬到了山腰 我也很厉害 我一个一个打开手机里的APP 把时安的每一个联系方式都拉黑 曾经能多跟他说一句话 都让我欣喜 现在看到他的名字 我就觉得无趣 我本以为喝了酒第二天 脸上会浮肿 却没想到居然是神采意义 这一天好运仿佛降临到了我身上 吝啬的客户破天荒 给了我一笔大单 月末的盈利比往常翻了一番 就连随手买的彩票都中了奖 我就是在一片神清气爽之中 看到了时安 他等在公司门口被前台小妹拦住 语气有点不善 我是简凡的未婚夫 而且这公司本来就是 从我那里分出去的 我为什么不能进 前台小妹睁大眼睛 可是简总说 您二位已经分手了 而且工商档案上 根本也没有您的名字 这里不是你的公司 我就不能让你进门 我走过去 分开了两人 对前台小妹一笑夸她做得好 又转身看向时安 时总 有什么事您可以通过秘书转达 从昨天起 我和您就已经不是无需预约 就可以上门拜访的关系了 时安的样子有几分急切 颇烦 我知道你误会了 是我不好 但是我有苦衷 你等我一个月 不 半个月 我一定能给你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我们四年的感情 我不可能说不要就不要 她确实应该抱歉 但我不会接受 哪怕听了她的道歉 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我硬下心肠 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你应该很了解我 我做过的决定 从来不会更改 沈木眼睛微眯 眼底情绪晦暗 她豁然伸手拉住我的手腕 仿佛是下定决心 好 我告诉你 我和苏星月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只是 看来这个苦中真的很苦 让时安都说不出来 我挑一挑眉灿然一笑 何必麻烦编织一个借口呢 你和她之间的任何事 我都不关心 因为时安 我已经不想再爱你了 时安盯住我喉结起伏 眸光暗了又暗 她咬牙说 婆梵 你何必这么刻薄 实话告诉你 我读大学的学费 都是苏家企业资助的 如果没有这笔钱 我连大学都读不上 我的人生就毁了 如今她经营不顺 我现在怎能做事她衰败 你也是贫困生 也受人资助过 你毕业后逢年过节 你都会给资助你的老师送礼物 所以你更应该体谅我呀 我心里猛然一沉 我确实没有想过时安 和苏新月还有这样一层渊源 苏家在她最困难的岁月里帮了她 她也在苏家最困难的时候做出回馈 有来有回 确实是美好的爱情捧化 我笑了笑 有恩情当然可以报 我也没有阻拦你报恩啊 我祝你和苏新月 破镜从园 人生圆满 这样还不够体谅吗 我的语气里已经带上了三分讥讽 报恩这回事总是逃不过以身相许的桥段 所以你也别不好意思 没了我你更可以大展拳脚 时安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 她眼中有盈盈的泪光 真不知道她在难过什么 好半天她才说我不爱她 你会明白的 我不爱她我会证明给你看 时安的语气很深沉 也不知是在说给我听 还是说给她自己听 我希望是后者 因为如果是前者 我会觉得她在质疑我的智商 时安口口声声说她不爱苏新月 但她可以为了从政她的家业 忙前忙后 连自己一向最重视的事业都置之脑后 如果她这样定义不爱 那只能说她是奇葩一朵 我愿与人共赏 这座城市真的很大 如果刻意去避免见到一个人 就真的很难见到 但我还是听见了时安的消息 也可以说是苏新月的 这天上班我刚走出停车场 就看见有人聚在时安的公司前面 为首的是一个黑发披肩的窈窕女郎 正是多日不见的苏新月 她早就没了我初见她时的优雅从容 此刻她死死拉着时安的衣袖 哭得梨花带雨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闻不问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就这么见死不救吗 你明明一直在照顾我的 你怎么说不管就不管了 听起来似乎有瓜 我好奇询问站在附近 围观的前同事 怎么回事 他们与我私交不错 七嘴八舌的给我补充故事背景 苏新月出事了 她最近签了一笔海外大单 可买方是个骗子公司 苏家企业的货物出运后 对方说财务困难拒绝付款 再催对方干脆将公司 直接置于破产清算 苏新月托人去查 这才发觉这家公司 有不少的不良信用记录 这妥妥就是贸易欺诈 她这下真是傻眼了 原本公司就资金周攒困难 这回估计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听得连连皱眉 如此大宗的交易 签合同之前要多打听买家背景啊 她怎么能说签就签 这么大意 可是她自己签合同失利 和石安有什么关系 几个人面面相去 最后才说 因为石总一直在帮她呀 所以她就自信起来了 觉得自己也能行 苏新月确实是急功近利了 她从我手上拿走客户 又被石安几番帮助 获利匪浅 她因此志得意满 认为做生意是易如反掌 这才上了当 她不知道商场如战场 一个新手小白 怎么玩得过居心叵测的骗子 苏新月差点把家底都赔光 她因此还怪上了受人隐余的石安 说实话有点离谱 连石安都连连皱眉 她怒气冲冲地反驳 我为了你弄丢了女朋友 公司业务也放着不管 闹得一塌糊涂 新月我已经帮你很多了 你不能无休止地找我 两个人一个想走 一个不让走 一个不想让 苏新月突然拔高声音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苏家的女婿你以为是好做的吗 石安我告诉你 你如果现在不帮我 你永远都不可能跟我结婚 石安脸色惨白 咬牙切齿地说 谁稀罕做你家女婿 我明明有了减凡 她比你好一千倍 一万倍 苏新月冷笑 她比我好 笑话 她要是真比我好 你干嘛跟她分手 你瞎吗 她说到此处潸然泪下 又把声音揉了几分 你帮帮我吧 再帮一次就好 你不是说过吗 遇到我说我一生最幸运的事 这一瞬间我只觉得胸口堵塞 浑身冰冷 因为我想起数月之前 石安对着洛轩的镜头说 遇到凡凡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 彼时我为这句话感动到热泪盈眶 原来在我之前她已经幸运过一次 第一次她遇到苏新月 祝她完成了学业 第二次她遇到我 祝她把事业做大 她原本有机会更幸运 跟我结婚 然后我们继续把公司经营更好 她终究是贪心了 想借苏家遭遇恨祸的机遇 看上苏新月 这样有朝一日 苏家脾气泰来 她就是劳苦功高 想法蛮好的我祝她成功 但我知道一想天开的人不会成功 我不嫌不淡地吃笑一声 懒得再看这场闹剧转身就走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几天后 石安手下最后几位得力的卫员工 一起找到了我 简总可以让我们过来工作吗 我很诧异 我记得你们业绩都不错 石安为什么不要你们了 他们纷纷叹气道出了原委 石安居然足够硬气 没有帮苏新月填上这个亏空 可是苏新月比她更硬气 在她公司里一天三顿闹 闹得她再没了脾气 又想方设法凑了一笔钱借她周转 但此举彻底激怒了石林 她早就把哥哥的企业视为自己所有 昔日我管理公司不准她染指 她怨言颇多 等我走了她好容易体会了一把 大拳在握的感觉 没成想又来了个苏新月 三天两头来要钱 石林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从公司账目上卷走了一笔不小的钱款 石安气急攻心 然而她妈妈以死相逼 不准她报警 她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当她打算把公司好好发展一下 去发觉 手下已经没什么可堪重用的员工了 留下来的要么是偷奸耍滑的老油条 要么是石林趁机招募的自家亲戚 除了吃喝玩乐 什么都不精通 石安痛定思痛也能屈能伸 她亲自到我这里来 很诚恳的请我原谅 凡凡是我错了 我不该乱发善心 去帮苏新月收拾她的烂摊子 我想过了 你才是我应该厮守终生的人 谢谢你顾念旧情 收留我那边辞职的员工 我知道自己这回一团糟 你一定不想看见我 所以我把这些员工领回去 等我重新振作起来 我再来给你赔罪好不好 她近乎哀求地看着我 而我平静地看着她 这一刻心上闪过很多情绪 有鄙夷 不屑 好笑也有怜悯 对她一想天开的怜悯 我早就说过了 生意场上没有亲属远近 更不可以有不劳而获 这个道理苏新月不懂 怎么石安也不懂呢 我招手叫来全部员工 挨个站到石安面前 笑盈盈地对他们说 石总求贤若渴 我给他这个面子 各位如果想跟他回去 就上前一步 我不会阻拦 可是只有一片沉默 过了半分钟十多个人里 终于有一个人上前一步 石安舔了舔唇 似乎很期待 但那人只是怯生生地问 石总 你妹妹还欠我一笔报销款 什么时候报 石安愣住了 她面如死灰 全身都在发抖 我招手 叫所有人都回去工作 也礼貌地看向石安 石总 他们都不愿跟你 所以你还是回去吧 石安忽而伸手 不甘心地扼住我手腕 眼神有如困兽 婆凡 你叫他们过来 就是想羞辱我的对吗 你羞辱过 气也消了吧 我只是想报答苏心悦 可是我反而被他咬 我也很可怜 你能不能看在我们四年感情的份上 帮我一次 我是真真切切地在爱你呀 你才是真正与我心灵共振的人 四年感情的确是情真一切 可是最先背弃他的 难道不是他吗 是他先将我打拼下来的事业拱手让人 是他借着报恩的名头 对前女友百般联系 我从他手里抽出自己的手 一边摇头一边叹息 你不能再骗到我了 你以为苏家虽然最近不顺 但根基尚存 人脉还在 只要熬过这个难关 就一定可以恢复往日的荣光 你帮苏心悦 不过是在投机 你指望着在困境之中帮他一把 他会感激你 日后说不定还会大发慈悲 嫁给你 让你跃升一个阶级 他指望你帮他扫清障碍 从此前路顺遂 本来是各取所需的好买卖 怎么就偏偏被你们搞砸了呢 到这时你才想到回头找我 时安在你心里 我有这么大方吗 如果说此前我会敏感 会自卑 会暗自猜测 我是不是不如苏心悦 但是此刻我只有释然 我和时安来到这座城市的时候 都是一穷二白 身为年轻女性 我遇到过的诱惑 只会比时安更多 我的内心不是没有过动摇 可是我仍然坚定地选择相信时安 我也坚定地选择相信自己 在相邪的岁月里 只要身边有他 我就可以奋不顾身拼尽全力 我没有想到我未曾动摇他去迟疑了 即便没有苏心悦 也会有其他人 时安说他不爱苏心悦 这居然有可能是实话 因为他爱的是他的财富和地位 被我戳穿时安双眸心红 几乎是恼羞成怒 我有错吗 我想安稳一点有错吗 我和你一样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没有根基又没有人脉 需要拼尽全力才能在大城市里生存 太累了 累到无法喘息 而他天生就住在云端里 我努力一辈子 也不一定能到达他一出生就有的高度 所以我想赌一把 我有什么错 我想少奋斗几十年 我有什么错 你知不知道他爸他叔是什么人 他们真的很有实力 只不过一时栽了跟头 但是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时安这样声嘶力竭 他的样子落魄且委屈 看起来他好像是真的很后悔 可是这不能打动我 他今天在我面前掉眼泪 只不过是因为他愿自己压错了牌 他原本以为自己有机会屏不清云 娇妻美妾 却没想到苏星月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而那些所谓的韬光养晦 其实都是一块遮羞布 更没想到我会不动声色的 将他的资源和员工都收为己用 把事业发展到风生水起 苏星月骂他瞎 他确实瞎 我没空再跟眼瞎的人纠缠了 我指了指公司的大门 做出了一个请的首饰 再见 石总 我久久注视石安 离去的略显仓皇的背影 其实我心里还是遗憾的 因为我曾那般真切的想象过 我和他一起手完手 站在更高处 但也到此为止吧 虽然我们有着相识的出身 虽然我们曾经携手四年 虽然我们曾经许下共同的诺言 但我和他终究是不一样的 我的未来只会握在我自己手里 我常常叹息一声对自己说 简凡别怕 接下来的路 你又要自己走了 愿你有一路繁花相送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